太可怕了 听说了没有 又有一个新的变局出现了 一定要提高警惕 预防上当 10个里面有8个人上当 这个视频特别重要 不分年龄 男女老少通吃 真的是防不胜防 是非常有迷惑性的 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就是有一天你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转账 提醒你到账了4500元不等的钱数 等你清醒了以后 手机立马就响起来了 对方就会跟你说道歉 表示说自己的账转错了 希望你能给他退回 你一看确实是陌生人的转账 不是自己的钱 当你开始犹豫的时候 这骗子就开始乘胜追击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了不退钱 他就会恐吓你 假装说要报警 甚至还要说起诉你 你要是不想吃官司 就把这个钱给他退回去 但如果你把钱退回去 那你就更惨了 因为你收到的这笔钱 根本不是对方的 而是骗子通过某些渠道 购买了你的身份信息后 拿着去贷的款 等他们贷完了款之后 再跟你说转错了 如果你把这笔钱转给他们 那贷款平台的催收电话 就会轰炸你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立刻报警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以为自己能斗得过这帮骗子 结果把自己辛辛苦苦的 续汉钱全部搭进去 这可不是功能玄虚 已经有很多人被骗了 最后愿所有的家人 都能平平安安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就会给你打开我了 就会给你打开我了 感谢观看